诶,今天放错了吧,不是要剥肥营吗? 没错!之前行动代号2027就有很多网友回馈,所以我们内容很实用啊 想要推荐给关心台湾军事国防的外语的朋友们 敲碗说我们能不能出英文版,这不就来了吗? 我们跟TW Plus合作的行动代号2027英文版上线咯! 大家赶快到TW Plus的YouTube观看,我们需要流量到下一季啦! 好了,今天我们还是播匪夷所思,没有错,我们现在来看这片吧! 大家好,我是麦珍,我是路易莎莎,欢迎收看匪夷所思 那今天这个阿姨想知道,我们其实是要延续 就是上一次我们访问林比佑议员,谈到了这个测试防弹版的 抗弹版的这个访谈嘛! 本来是没有这一集的吧! 对!我们本来以为访完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的确其实那时候有去,我老实讲,我那时候跟路易莎莎讲说 你就去跟国防部讲啊!说我们要讲个题目,请他们来说啊! 不太可能吧!就是他们反正也不会回! 对!然后我就说不行啊!你还是要去问! 然后我们至少可以在节目上讲说,我们有去问国防部,然后我们被拒绝了! 我们也确实讲说,目前还没有回复! 对!然后就没想到,国防部居然说他们愿意来接受访问! 喜出望外! 对!然后我们真的都非常惊喜啊!因为我说实在,我们做了就是国防相关的议题,真的讲的谈了蛮多的! 然后其实是中间一直有跟国防部接触,希望能够知道国防部的相关的看法这样子! 这是为了这个抗弹版测试的事情,居然愿意出来,出面来讲! 我就说,欸!有进步欸! 其实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有点意外,他们竟然真的就做了一个记者会,然后把抗弹版放来,就是直接实测! 我觉得这件,那个时候我觉得,哦!竟然有做这件事情,好像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好像现在比较愿意跟民众沟通,我觉得啦!我觉得啦! 那总而言之呢,国防部,欸!真的就来了! 那一次呢,其实还提供了两位受访者,那一位就是国防部的发言人,孙立芳、孙少将 另外一位呢,是205兵工厂的厂长潘焕雅,那为什么特别请潘厂长来? 就是因为205兵工厂就是专责负责要出产这个抗弹版的工厂 所以说,只要两位来,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里面,那就是这个主要的态度 我们那时候就讨论了一下,是你要来,那我们要怎么访? 对!然后呢,他们就一再跟我讲,范姐不要太凶! 我就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凶过,我觉得我非常和蔼可听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啊!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讲,我觉得态度是这样,因为我真的觉得国防部很愿意来做这个沟通 我觉得是需要鼓励的,这个动作本身是需要鼓励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基本态度应该是,我们知道有问题 我们也知道你们有难处,但是我希望大家开冲不公的谈 这样子,我们也才能够帮忙! 因为你先讲问题在哪边,那如果你有需要外力或是需要一些名气,这时候发现不得不改变的时候,那你要推动那波改变会比较容易? 对!我希望这是一个正向的啊! 就是说,我希望这是一个只是我们多次沟通的第一次,然后是一个,我希望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沟通 就是将来,比如说对我们国防议题上面会有帮助,OK!而不是把国防部越骂,越缩回去它的原来的这个 统温层,舒适圈! 对!就是越缩越来越缩回去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基本上态度是这样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说这一次的防灾,我们最希望知道的是什么 我先讲我自己好了,然后我觉得当然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测试结果,为什么跟林语元测的结果两边差这么多? 对!为什么林语元去测的时候那个抗蛋板明明就很烂? 然后为什么在军方测试的时候它又没有问题? 那这两个测试到底是,为什么会结论差这么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有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明明国际上都已经在用四级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用三级? 就说这字典我就是I don't understand! 我觉得你就把这个标准提上来,反正这抗蛋板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吗? 那到底是中间不能做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然后路易莎莎你想问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回到一个所有很多基层官兵都很疑惑的问题 就是你跟我讲这个规则没有用,林语元讲的嘛 中共的子弹是不会跟你讲是符合不符合标准,就只有打穿跟没打穿 所以我就问的就是,那国防部他们自己觉得这个三级抗蛋板到底能不能够抵抗共军的子弹 这是第一个是 然后第二个是你当初在就是有争议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去讲了一堆,比方说什么要告啊 为什么要说就是这个要,这不要分化啦 不要打击国防制组了,这种语言 就是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人家提出问题啊,你怎么就是讲了一副就用一种推脱的方式 就是我们大家很习惯国防部的沟通方式啦 那我想就直接,而且甚至还说要告嘛 是不是还有点威胁的口气,对啊 就是军品外流我们就是要来查要来告 我觉得这个,这个蛮大家对,蛮符合大家对国防部的既定印象 那,对啊,我觉得这背后的那个mentality是不是就在讲说 我们现在如果批评国防部的话 我们都是在攻击他们,我们就是中共路人 对,就是说我们只要就是在分化 只要如果说我们提出对国防部的见言的话 我们就是在分化,可是我觉得不是啊 沟通过程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啊 本来就是嘛,另外一个我自己很想很想知道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真的试这个,试着要约访约很久啊 那我也想透过这一次他们来啊,这一次的访问 我想看看说国防部是不是真的改了 他们现在是不是真的觉得说 哦,跟民众沟通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样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两位将军是怎么说的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特地到我们匪夷所思的现场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啊,我们的整个社群都非常的高兴 因为真的我们申请想要跟这个国防部 做这个访问其实已经很久了 终于成功了,我非常开心 那先请我们两位,两位将军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好了 好,范小姐以及我们所有线上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国防部发言人孙立芳少将 好,来,潘厂长 范小姐 其实各位媒体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第205厂厂长潘华雅少将 好,那个潘厂长这一次来 其实还带了很多我们的战斗背心嘛 那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 这个战斗背心的整体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先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战斗背心 我们国庭的战斗背心有区的组成区分三部分 首先是这个背心外套 那里面有我们的抗弹板 及内蕊这三部分 那战斗背心就主要是它的功能 就是安装我们的抗弹板及内蕊 那它的材质是以尼容布来研制而成的 那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蕊 内蕊它的成分是超高分子量的聚集纤维 它可以抵挡五公尺的距离 有九公尺的手枪射击不贯穿 另外我们的三级看弹板 它主要的材质也是超高分子量的聚集纤维 它可以抵挡15公尺 由7.62公尺的步枪弹射击不贯穿 接着我用这个机会也让跟大家说明一下 三级的抗弹板 它的抗弹性能是在7.62公尺的普通弹 不贯穿 那四级的抗弹板是7.62公尺的穿甲弹射击不贯穿 那三级看弹板我们国军的三级看弹板的材质 是使用的超高分子量的聚集纤维 它的每片的重量是1公斤 厚度是1.5公分 相对的这个四级看弹板 它的材质是碳化系的陶瓷 那重量在2.6公斤以上 所以相对起来就是这个三级跟四级看弹板的重量差异 大概在3.2公斤左右 也就是大概单兵背着一个步枪的重量 会影响到整个操作的动作 目前我们也搜寻了世界上各国使用三级看弹板的状况 在各国的官网还有它的采购规范里面 由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巴西及西班牙等国家 目前他们仍有在使用三级看弹板 那另外至于那个四级的看弹板的话 多用在一般的那个我们所谓的特种部队上面 这是大概一个三级跟四级的差异 你说三级的话一般的国家的军队其实还有在用 还是有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一次跟林议员的这个争议的事情 我们来谈一谈好了 可是这个国军的这个三级抗弹板 的确在林议员测试的影片里面是被打穿的 那刚刚我们听了潘长长的这个说明 在7月19号这个国军影片里面是一发都没有打穿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会差异这么大 是 那个议员在国外这个测试的影片 那他所使用的这个抗弹板的来源 我们没办法确定它的来源 另外所以就没有办法去确切的证明 这个就是我们国军的抗弹板 这是第一点 那所以我们在7月19号执行这个抗弹测试 那这个标准的测试方式 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要将这个刚刚介绍的这个抗弹板 及内垂结合在我们的战斗背心里面 在合格的这个测试条件下 我们在以这个7.6公里的普通弹 在15公尺的距离来执行测试 那议员的测试的 当时在网络影片中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测试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安装的方式 他有单独测这个抗弹板裸板来测试 他的放的这个板子放的顺序 也不是符合我们的原来的标准 我想你叛长的说法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林医元的这个抗弹板 是不是跟我们国军的这个抗弹板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真的我们国军的 其实有疑问 那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双方各执一词 这个我在我说实在我也没有办法判定 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 那第二点就是说测试方式 您是认为林医元测试的方法不够好吗 是刚才我有说明过 我们抗弹板测试 必须是将抗弹板还有这个内队 结合在我们的这个战斗背心里面 两个都要放进去 是 前面硬板在前面 主要放在后面 因为他这样子设计是有他的道理的 前面硬板挡掉了一部分这个子弹动能以后 里面软板发挥其他的功能 它的设计上是有这个道理 那你把它摆的顺序不对 它可能就 OK 所以当天我们这个测试 我这边也有拿了当天的测试 这是当7月11号当天我们在实施这个7.6公里的普通弹 在15公尺射击状况下 射击的6发 这正面的是射击的弹孔 那经过这个射击的结果 这背面都没有贯穿 OK 我补充一下 这件背心当初是我们总共在现场摆了6年的6件 就从106年开始一直到112年 我们产的这个6件的背心 然后由我们现场媒体记者去用抽签的方式去抽出来哪一件 正好抽出来这一件 OK 然后就拿去测 对 马上就现场就拿去测 现场拿去测 我们可以拆开来给你看一下说 里面的团透的状况 团透的状况 这是我们这个硬板 我们俗称的硬板 这康大摆的硬板 一样是有6发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它前面是看不出来有弹孔 但是后面它有突出的状况 所以我们说这个凹陷让它不能够出出来太多 用意是在这边 我明白 那这是后面的软板 它吸收了前面的这个冲击的能量 所以这边是因为冲击的 并不是子弹造成的破损 那后面的部分就是 完全没有穿透 那我懂了 那你基本上意思就是说 应该是穿两层的 他只有弄一层吧 所以当然就抵不住 我们看影带的状况 是这样 OK 好 所以你觉得主要差异在这里 OK 好 另外就是林一元有坚持在讲 他就说他这个绝对是国军出来的 那我知道这个部分我们有争议了 可是 的确也有 也有我们军中的朋友们就来讲说 觉得军中其实对于军品的管控 其实没有很严格 尤其像抗弹板这上面因为没有签名 就是不知道是谁是谁的 这样掉了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批评您的说法是 有关军品外流的部分 我们国防部看到这个影片外流 这个测试的影片外流之后 我们国军各单位的主官 他们都有做这个定情 有清点 清点的抗弹板 那回报之后都占料相符 没有军品外流的状况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国防部这边也就是 因为没有外流状况 所以也没有做这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清点之后一块都没掉 是 我意思就是说 那我们防弹背心这个是一人一件吗 意思就是说A一定有一件 然后这一件一定对到他 B一定有一件对到他 这样子 所以每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一件 所以掉了一定知道是谁掉了 是的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是 OK好 那我们OK 那林医院那一块到底是从哪里跑来的 OK 好 现在就是国防部的军部军备局也在7月11号 就针对国军三级抗弹板 是不是能够抵抗共军的这个子弹 5.8子弹 表示说不能够很武断的说一定可以抵挡 但是到7月19号的时候真的测试之后 他又说国造军装备绝对没有问题 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有点confuse 我就是说一下说不能很武断的说一定可以抵挡 那后来又说装备没有问题 所以我想要知道就是我想如果今天老共真的打来了 我们能不能打包票 这个 我们的军官我们的国军士兵们穿上这个防弹板以后 老共的子弹一定打不穿 我们可以打包票吗 跟主持人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一般这个步枪有使用的子弹大概分两类 第一类就是所谓的普通弹 第二类就是属于穿甲弹 有关于这个共军的这个5.8公里的这个钢筋弹 那我们国防部也针对这个部分 因为敌情的这个威胁这个调整之后 我们也着手开发了这个新一代的抗弹板 那大概比照这个刚刚讲的这个 美国司法学院的这个抗弹等级 是3plus级的以上的抗弹板 那这个可以有效的抵抗这个5.8公里的 共军的这个穿甲弹 嗯就是5.8的现在我们说我可以打包票吗 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问题设计是说你可以打包票吗 就是一定这个只要是5.8的应该没有问题 是的 目前我们国金这个抗弹板 依照这个刚才介绍这个测试的标准 它是可以抵抗是7.6公里的普通弹 那去年开始我们已经发展的就是 可以抵抗这个5.8公里以上的这个 这个所谓穿甲弹 那我们大概今年年底 我们就会完成开发 OK 明年我们会做一个这个作弹测评的验证 那验证合格之后我们就会量产 OK 好 基本上是OK吧 需不需要我再 来 请来 子弹的部分 刚刚出党讲的就是传统的题 其实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7.62跟5.56 它两个直径不一样 这两个讲他讲直径嘛 那通常直径比较大 它弹头可能略大一点 它的质量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打过去 杀伤力比较大吗 对 杀伤力冲击力会比较强 那直径比较小 所以中共的5.8是介于5.6跟7.62之间 那这是一个部分是它口径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它的弹头的材质的部分 所以刚刚这个常常讲说普通弹 通常前面是铅 或者是铅包铜 铅披到外面那里面是铅 那铅打下去以后 其实它的硬度就不像 我们说穿甲弹通常是钢铅 它的穿透力会比较强 那通常这种钢铅弹 或者是到穿甲弹的阶层 它不是用来打人的 它是用来打装备的 打轻型装甲车辆等等这些 OK 我懂你意思 所以说其实够用 你觉得这个是绝对够用了 就是在对抗5.8的这个子弹来讲 就目前的这个试验的部分 然后依照NIZ的标准去来看的话 因为它可以挡得了7.62公里 更大直径的这个子弹的冲击力 理论上来说它是绝对可以挡得了 是够用的 好 那就基本上就是说可以 没问题大家放心使用 我觉得那时候林医元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国军的这个规格的规定 要用一个旧版的 因为比如说它这个是 这个规格应该是2001年的 但是我们在2016年开始生产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一个2001年的规格来生产呢 我感觉上就有点想说 明明现在已经整个变化速度非常的快了 可是我们还要用一个旧的标准 来做生产的这个规格的一个规定 这样子 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这两个版本呢 其实它的抗弹的要求等级是一样的 它的三级的抗弹要求等级 都是7.62公里的普通弹 在15公尺的射级不贯穿 一直到最近这一版的是2018年的 它这一版是一个草案 它主要的差别在跟这个01版的 刚刚讲的2001年04版的差异 就是说它增加了一个就是有环境的测试 它有这个高温的测试 这个属于是严苛的气候环境 在台湾并没有这样子的严苛气候的条件 所以我们当时会使用这个01.01.04 也就是2001版的差异 就是在于是以适合我们台湾的环境来 就可以这个发挥它这个抗弹版的效果 你意思是说这两本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异 其实是在耐高温上面 在极端的高温或极端的低温 就是它经过这个测试 加速老化的一个测试 看这个装备的使用受限 有没有达到那个要求 那我们台湾并没有这么严苛的环境 所以我们才会采用这个 刚才讲的01.01.04版的这个版本 可是林语言另外讲了一个 除了就是这个规定是比较旧 就是就是就是是一个比较旧的规定之外 另外一个他提出来就是说 很多国家其实现在都用四级了 就是我们为什么还坚持要用三级呢 是的 刚我们这个因为当时生产是在104年开始研发 一直到106年我们才将这个三级抗弹版 播发到部队使用 那中间也大概也见过这个五年到六年的时间 都是使用这个三级抗弹版 那同时刚才也提过就是说 这个2019年 因为共军的这个 他已经开始配发这个 5.8公里的钢心弹 确实钢心弹跟普通这个千金弹的穿甲能力啊 他的材料跟他的穿透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去年我们就开始在 做所开发我们这个新式的这个新一代的抗弹版 他就可以有效的抵挡我们的5.8公里的这个穿甲弹 嗯 可是照理说 原来的抗弹版不是就可以抵挡了吗 因为照你的测试的结果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变呢 这两个差异在于说原来抗弹版它在三级的要求标准大概就是在 刚介绍的就是一般的普通弹 普通弹也就是千金弹为主 那至于钢心弹的部分啊 那是超过三级以上的 啊也是说三plus以上的到四级以上的抗弹版才能够抵抗 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战术的动作跟这个啊 啊复合的要求啊啊 啊所以我们会有这个三级跟四级抗弹版不同的这个配法 这里面我简单补充一下啊 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当初厂长所提的 当初这个这个呃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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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205厂就依照 你陆军提的这段需求 好我去把它做这样一个产品 但是也确实 您刚刚提 不管林医院讲 我们大概看到很多网友 其实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是锚跟盾之间 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军备局 也在做新的步枪 我们也在做新的步枪 换句话说 当你的锚不断在提升的时候 你盾也是不断在提升 但是这是一个 前后顺序的问题 从104年 提出这样一个陆军提出的需求 然后军备局105年左右 把它做完 然后经过测试 这等于说是第一件 我们在这个部分的一个 比较完整的产品 但是它不代表说 这个就是我们用一辈子 万年的防弹背心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他们在做新的 在做下一代的研发 就在这样 因为锚跟盾之间 必须要去不断的去提升 我现在就是说 我的疑问就是说 那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说 这个共军 这5.8的这个子弹 它已经是比较新型的 这个钢筋弹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 在测试的时候 是用钢筋弹吗 就是刚刚打在这上面 那个是用钢筋弹吗 那我 就是一开始 就是跟 主持人有介绍 我们当时这个开发的这个标准 就是NIC的这个三级的这个抗弹板 它的测试的标准就是 7.6公里的普通弹 至于说 你要抗这个钢筋弹的 这是在要四级的抗弹板 这种子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对对 所以这一个 我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 是没有办法抵挡 5.8级的钢筋弹的 我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在短距离部分 短距离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测试标准是15公尺 短距离部分 它对这个5.8公里的这个钢筋弹 它的这个防务能力确实是有限 但是因为战术的需要 在未来我们在第一线部队 或者特种部队 有近战距离需求的 我们会研发刚才讲的这个 三plus级以上的 它就可以 完全有效的抵抗这个 所谓的钢筋弹 好 我觉得我也不要执着于过去发生的事情了 可是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配备的这一个 现在我觉得 我现在听到的这个 我有 我现在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大部分国军 配备的这个防弹背心 配的这个钢弹板 的确是没有办法抵挡 共军现在最常用的5.8的这个钢筋弹 是这样吗 我现在听的感觉是这样啊 是我刚才有特别说明 就是说这个测试的标准 因为现在目前的三级看弹板的标准 就是它可以抵挡 这个7.6公里的普通弹 当然 我们现在没有获得这个共军的这个5.8公里的钢筋弹 我没有办法去做测试 但是一般来讲 刚刚有讲的确认上 如果说来计算它的能量来讲 如果它是一般的弹的话 普通弹的话 它的能量是没办法换穿的 5.8公里的钢筋弹的大概2,000交二左右 所以就动能的部分来说 它还是可以抵挡得了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变数 因为我们也了解 因为毕竟钢筋弹它在这个打中的时候 它的穿透力是比普通弹要来得强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之所以说 依照它的测试标准 它是可以抵挡7.62公里的普通弹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拿7.62公里的穿甲弹 或者是钢筋弹再去打它 它也是抵挡不了 所以大概状况是这样 好 可是我还是问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改成4级就好了 我还是不懂啊 就是说你 那为什么就不用国际标准就4级就好了呢 各国他们都有这个3级跟4级抗弹反的配置 那如果说第一线的部队或是特战部队的部分 比较需要进阶作战的部队 那优先他们会使用这个4级的抗弹板 OK 那一般我们的接战距离 大概普通传统的这个步兵这个接战距离 大概都100公尺到200公尺以上 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 那那子弹的动能 也会因为这样的衰减 也会降低它的这个穿透力 可是我还是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战斗需求 还不需要用到4级吗 的意思吗 就是因为就是考虑到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接战的距离 还有我们这个战术的动作 还有单兵的符合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以这个3级的抗弹板来做这个开发 那那也有当时那个时间点 就是在105年那个时间点 我们看了世界各国 那目前都是以3级抗弹板为主流 所以那个时间点开发的东西是这样子 那接着看到这个敌情的威胁有提升的时候 我们去年也立刻就是 左手就是新一代的抗弹板的研发 所以大概很快的时间在今年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开发 我不是要为难厂长 可是我了解就是这个时代背景 我觉得你要跟国军讲说有些人有4级有些人有3级 这个听起来我觉得 我说实在我如果是一般的陆军 我可能会觉得我的命要不值钱 这听起来是不大舒服的 那可是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掉这个规定 我们真的直接跟上国际 大部分的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国家 我们就直接改成4级 这个有可能吗 刚刚还有一些介绍就是 去年我们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研制 去年5月份开始研制 所以到今年大概我们今年9月份到10月份 我们就会研制完成之后 我们就开始在做一系列的测试 那这个研制的是我们的标准的目标 我们也就是在这个单兵的负荷的重量状况下 还有抗弹性能的这个两个条件下 我们会设计出来可以抵挡 对岸这个5.8公里的这个穿甲弹 另外就是说我们也会参考这个 目前就是美军 它现在目前的一个叫Isapi的这个 一个采购的这个文件 它的一个验收的标准 它也是以这个5.56公里的这个穿甲弹 来做这个验收的标准 那未来这个做出来这个3plus的抗弹板 我保证可以有效的抵挡 对岸的这个5.8公里的穿甲弹 我了解你专业的这个立场 我绝对不怀疑 你就是说它很接近 它的这个功用可能跟4级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我从以做宣传的角度来听 我觉得非常的危险 因为如果各级的各个国家都在用4级了 我们还要用3级plus 我觉得对你们来讲也很辛苦吧 就是说要一直这去跟民众说服说 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sublevel的东西 对不对 我还是跟主人再次补充 就是说我刚才讲的也许没有表达的这么清楚 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未来开发是新一代的抗弹板 那我就想前一阵子我们那个王定颖委员 也有召开一个记者会有说 他也说这个NIA这类的这个是属于这个 美国这个司法就是警察在使用的一个标准 所以委员那边也希望我们研发的是 以这个美军美军的这个军规 它其实不是军规 是美军这个采购的一个文件的验收标准 就是ESAPI的采购的验收标准 所以未来我想应该就是这样讲 我们是新一代的抗弹板 以美军这个这个是现在是比较算 比较高等级的要求的ESAPI的这个 这个车色的规范来做的这个新一代的抗弹板 OK好那好那好 这个有这个只要挡得住就好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很执着那个 就挡得住就好OK 我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们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这样研发 其实也要花个几年的时间 我想合理来讲 去年才开始做这个研发的这个准备 然后到真的生产 就其实可能也要一段时间 可是其实我想民间 或者是那个其实市场上 其实买得到嘛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买就好了呢 这个抗弹板这个市场上 有一些房间有些这个材料 但是它这个测试的标准 我们并没有办法有效掌握 因为这毕竟这是有关于 这个官兵的生命安全的东西 那如果是一般外面 你这个采购的这个 仅凭可能一个文件的品质保证 说明这个抗弹板的性能 其余的部分 并不能像我们这个 我们自己研制的这个 防务装备这样 可以做这个 产品的追踪 也就是售后服务 或者是做这个品质保证 可以的 可以的 这个可以的 我觉得这可以的 这个我觉得我尝试判断可以的 我说这我们自己是买一个 就是说一般厂商的那个 比如说我产品一定要先测试 你将来deliver的时候 还要再测试 可以的 这里面其实牵涉到一个 比较大的命题 是说你国防资源分配的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什么样东西 去外购 什么东西要自制 我们知道市面上 也有一些比较 号称达到什么样 标准的一个东西 就是采购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采购完了以后 你的国防资源 到底是怎么决定说 用多少的资源 去采购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采购军品 其实非常多 我们要建军备战 要准备的东西 其实非常多 那采购了这个以后 也许在初期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马上就可以来了 然后可能 初期也许单价会比较低 比我们自行研发成本比较低 但是就长期来说 军备局作为一个造兵单位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提供 给我们官兵 所有核用的 这些武器装备 它不是盈利 它跟厂商最大的差别 是在这边 对我知道它不是盈利的 但是问题是现在好像 我们生产成本比买的贵很多 这个也要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 这个错误的资讯 那它说我们这个抗产板 一片要 我看到上面也讲了 三万多块的抗产板 那事实上我们的抗产板 一组是大概是 一千一万九千多块 一万九千 大概其实事实上一片 大概是九千块左右 并没有讲的是 房间的三倍的价钱 所以那是错误的 这个资讯是错误的 其实我们成本一片 就是差不多九千块 我确认一下 我们的板子是九千块左右 对不对 那外面现在三级板有到六千块吗 是不是这样 大概就是在六千块到一千块之间 所以单一的板子 我们大概可能还是比外面 平时它差异 平时它差异 因为这个刚刚有介绍 就是说它所使用的纤维布 也是有些差异 有些是用Cathron的 那有些是用像美国烟厂的 它使用的纤维布 OK好 我做这个补充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来提供的讯息 我们要负责 OK好 我不会去用一些错误的讯息 OK好 所以外面的其实三级是六千到一万块可以买到 我们看到 那我们的九千块还是有比较贵啊 是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还是有比较贵啊 因为它这个 它的抗烂板的这个材料 说是选用的材料 有所差异 如果你选用一些比较普通的一些 它的纤维布 跟用比较好的纤维布 是有些差异 我当然觉得就是说 国防自主啊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要尽量自己做 尤其是其实这次经过Covid之后 大家其实都很清楚嘛 很多东西如果是以前中国做的 你现在就不能买啦 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我也要回过头来讲啊 然后 也不能够挂着国防自主的这一个帽子 就觉得什么都要自己做 这个我觉得也是个问题 这个标准要怎么设 我可以简单介绍说 解释说就以现在我刚刚提的就是说 我们未来要开发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抗烂板 像民间业界有些比较在做这方面研究的这个公司 他们有在做这个陶瓷 我们也会结合这个他们这个关键技术 另外还有这个启动一个就是说 这个表面的喷涂的技术 它这个表面喷涂啊 它可以增强我们这个抗烂板的效能的 这个喷涂的技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 益植的材料就是说我们的抗烂板的陶瓷 跟我们的这个纤维布结合的益植材料 这个结合的粘贴技术啊这几个关键的技术啊 我们我们这一个造兵的单位啊 我们会将这些相关的关键技术啊 整合起来做个系绒的整合啊 完成一个这个实际上一个产品啊 大概是这样的 嗯嗯我想这个问题有点困难了 因为我就说这个东西啊怎么样决定这个什么 蛮大的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一个议题了 但是呃我觉得应该有必要来做这个 那可能改天我另外请人来 那可能会讲一个小时都可以 对对对对可是这应该是一个呃 我需要讨论的议题 是哦我觉得我们 我相信这个很重要 这是需要讨论的议题嘛 是那我觉得应该孙将军你也同意我啊 我提出这是一个legitimate question right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跟我讲说 这国防自主说我们就就就就贵一点没关系 是哦我觉得这个跟观众应该是要 国民来讲应该是要进行沟通的了 有跟他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做 自己做为什么这个东西一定要在自己做这样子 好好了那好 那接下来问题我想要问问就讲 军品外联啊这些东西 那时候我知道刚开始的时候 国防部有说要提告 但是后来又决定不告了 我可以我们可以就谈一谈 就是说这一个转折好的 一开始为什么要告 后来为什么又不告了 这我想请发言人来谈一谈 其实这中间过程啊 我们第一时间提出说要寻求法律 大家要必须要思考 就是说我们这个抗弹 这个防弹背心跟子弹等等这些 它都是一个管制军品 就我们军人角度来说 哇一个管制军品流出去 那还聊的 那就是一件就是马上就要追下去 就是要法就只有法办这一途 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我们的第一时间的说明就是这样 因为这件事情如果确定它是军品 我们就是要法办 法办不只是说我要追这个军品在民间 是你跟谁买的了 而是说这个会流出去 一定是我军中有人把它卖出去了 你倒卖军品这件事情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就我们军人而言 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 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 其实我们的后勤部门就马上在做全军性的清查 整体来说我们清查了以后 是没有外流的一个状况 当没有外流的一个状况 这也就回到我们厂长一开始所提到的 我们也不清楚议员的那一片 到底是不是我们军中的流出去的产品 还是说只是一片板子 在上面画了一些符号 这个我们不敢确定了 所以其实让我们的立场也很为难 因为我们清查了以后 我们的东西没有少 我们没有掉东西 所以其实就没有法律的问题 当初我们第一时间听到有军品外流这件事情的时候 法办一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因为我们依法行政其实这是很清楚的 好OK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在讲到就是说 说这个那时候好像是是不是有一位 游少将讲的吧 他就说有说一个NIJ四级的抗弹板只能够党一发 他真的有这样讲吗 我想我当时在现场在记者会现场 游少将当时讲的意思是说 当时就是以陶瓷这种材质的做的四级板 一方面重就像你现在看的 现在这个四级板的重量2.6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比较新的不需要那么重的 但是他的技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所以游所长的我当时听他讲的这个语气 是指说在比较早期的用陶瓷这种技术的做的四级板 可能也许一发打下去他就已经碎了或者是什么 OK所以是早期的嘛 对就是早期的 所以他当初讲的就是说肯定要找好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也是当时一时口误 这个都无所谓 我觉得是给观众一个facts 就是说现在四级的抗弹板不会只党一发 对不断的在进步 这个我们有共识就好 OK说实在我对两位非常佩服 因为真的是非常诚实 OK真的我真的觉得是真的非常诚实 有什么说什么这样子OK 然后我现在在讲就是说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自购 自购这个问题 很多军官会讲就是说 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个我带上去 我觉得我不没有安全感 那我不懂为什么就是 那他自己买啊 那也没有增加国家的负担 为什么我们这个政策上就是要求不可以自购呢 是那我简单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军的军品 他有装备的一致性 装备的一致性 那还有为了这个 我们后勤补给的这个效率 维持到我们后勤补给的效率 所以这个是可以有效提升 我们的这个战术的效率 所以我们没有要求是不能够自购的 就是为了我们的后勤的围保的效率 跟提升这个我们的装备的 这个作战的效率 这两点来讲 那是相关的国军的军品 不能自购 我觉得大部分的军官们的抱怨 就是说为什么一致性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会那么高 不一致有什么要紧吗 就是说 我觉得我自己想要在 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们国军提供的装备 我们比如说这是一个 比如说80分好了 我自己想要加强到90分 我觉得可以啊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大家都80分呢 这个事情牵涉到一个所谓我们作战时候的一个持久力的问题 后勤不保的时候 军队为什么要要求说所有东西有一些重要的装备要求它一样的 因为你这一批打完了我不是只有打一个小时或打十分钟打完了 我一个弹甲 如果开放自购我可以买各种形式 如果枪支我开放自购你可以去买各国不同的枪支 但是我在作战的时候前面十分钟打完了 马上后面我就要后面的后勤部队就马上把其他弹药什么东西弹药也好或者是装备也好马上要补上来 补上来如果你不一致你可以去想象说那个是多大的一个灾难 我理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刚刚有些孙小金讲这个枪的这个例子我很容易理解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是攻击性武器了 我觉得如果说以防护性武器的话 我觉得它穿在自己身上的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 一般像我们战斗客装里面的消耗品 这些消耗品像是鞋子 腰带手套这些消耗品的部分 你可以由我们这个配发的这个点数 到这个服装供应站来自行选购 可是它选购就是那些应该就是那些选择性 消耗性 但选择性就比较少吧 没有那么多但是不是没有选择性 比方说鞋子我就有选择性 还有一种可能单价比较低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单价比较高 功能上差一些 我可以做选择 其他的这些 所以我觉得我了解 就是说其实现在是有一点弹性 那我觉得这个弹性将来变大的可能性高不高 有没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同 我觉得现在冰跟以前的冰不一样了 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他对于自主性的要求会比较高 我们有没有可能随着这个也做一点改变呢 如同您所讲的 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 每个不同的世代的状况都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部分 但是这里面毕竟我必须要去讲说军人的本物 就是我的工作就叫做战训本物 所有的我现在做的这些选择 必须要能够遂行我保卫国家这件事情 我要能够遂行这个责任 我从国防部的角度 或者从国军的角度 我会要求说我所有部队的每一个成员 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你战备训练 这件事情要做好 你当你国家需要你上战场的时候 你要能够去打仗 你要能够去杀敌人 这件事情要先做好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大前提 在这件事情做好的状况之下 怎么样去用更人性化的方式 更现代化的方式去管理 我想这是一个必然的 是一个各方面 长官也很重视 我们都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 最大的抱怨是在这里 就是说他觉得 第一个他就觉得 比如说您刚刚讲的就是保卫国家 这个共同的目标 其实说服他们没有问题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大家共同的目标 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有问题的是 比如说我觉得他们就不了解了 我就是想要穿好一点的防弹背心 我为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这个像这种就是说 他觉得他可以有选择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军方的规定又没有 然后我觉得这个在沟通上 可能也是不是也要再加强一点 这个文化上也没有可能 有必要 我同意你的手法 这个部分怎么样在我们内部沟通里面 然后去怎么样去让大家去了解 彼此建立一个共识 我觉得确实有必要 我们也会再努力 对因为很多士兵都讲 就是说我反应的话就只是被K啊 永远就说我讲的话都没有用 所以久了也不讲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多很普遍的一个心声啦 我相信你们也听到了 我觉得这个是国防部也知道这样子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 很多我们的网友都提出来的 他们讲说其实在开会的时候 第一线的官兵要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个有可能嘛 就是我们在开 我们好啊 我们这是开战略会议嘛 所以小兵跟将军 我们大家有一样的发言权 我就从我个人的从军的经验去谈一下 大概到现在 从我一开始到部队 从一个下级军官 一个初级军官开始到现在 其实这个部分 我看到我们的国军 其实是不断地在变化 那其实是我们的这种 怎么讲 就是说基层的声音的重要性 或者是他能够发言的管道 或者是他的声音能够被上层军官 资深军官去接收到的这个几率 其实我觉得是都不断在进步 而且是越来越多 今天随着整个社会形势发展 随着我们作战形势的一个变化 这个部分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那国防部其实也是不断在 在这个部分努力 所以国防部是知道的 觉得这个事情 当然了解 要做的 这个然后也在朝那个方向 在发展这样子 好了 也许是速度上 可能要再快一点吧 我觉得从这个 这个民众的这个想法上来讲 我觉得可能速度要再快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国防部 在这一次这个议员的这个事件当中 有提到说 不要内耗 不要打击士气 打击国防自主 我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发言人 您怎么看 就是说您觉得像林医元这样的做法 就是在 内耗 就是在打击士气 就是在打击国防自主吗 这件事情其实必须要做一个 比较明确的这个区别了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 其实在讲 我们今天我们台湾的国防 是个全民国防 你要让老百姓去 对国防这件事感兴趣 感兴趣以后 他才会去想要去了解 了解了以后 他也许会参与 如果他参与到最后 他才有可能到支持 所以全民国防概念 其实他一步一步 他是有这个 所以其实民众也好 或者是议员也好 他们提出这些 我们是很欢迎的 只有大家都重视国防 然后大家去讨论国防 国防的问题才会被 真正去得到一些解决的机会 但这里面 为什么会谈到内耗 等等这些问题 主要因素是说 在这件事情 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也不可慧眼的 在发现 有一些讨论 他是不理性的 他不理性的部分 他不只是说 他已经离了题 甚至是他有一些 带有情绪性 当然情绪性 有的时候难免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有的部分的讨论 或者是攻击 甚至是我们看 我觉得涉及到人身攻击 涉及到对我们 这些军备局的员工 是其实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您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什么 您觉得听了以后 特别觉得是 我就不要去单独去点出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舆情的东西 我们每天其实我们在看 是林议员讲的吗 还是 不是 议员讲的大概我们都理解了 延伸出来的 对 议员之外延伸出来的一些讨论 其实有很多 也许是网友 也许我不敢确认 他到底是不是网友 他是不是机器人 我都不敢确定 因为他的发言实在是很奇怪 因为他就是不断的在挑动情绪 等等这些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会对一方面 对我们军备局 我们的身 负责这些造兵的 这些单位的员工不公平 另外一个部分 当以我来说 我对这个本来没有那么多的了解 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的疑问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 我今天也要配演习的时候 我也要穿这件 原来这件这么不好用 那我也会怕 所以我如果都会怕 那我们其他官兵会不会 对其他那些官兵 其实也不公平 所以我为什么说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 非常险峻的一个 国防安全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 花费那么多的精力 但是像议员等等 他们提的这些 我觉得这是一个讨论的过程 全民国防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两者是区别的 但是对于这个 随着这个议题 所带起来的一些 或者是说 也许不是刻意带起来 而是有些人刻意利用 这个议题去做的发挥 那可能就不是我们所乐见 这个 何范人 就是说 民主是这样的 对不起啊 民主是这样的 因为通常就是 有一个火苗 然后它就会越烧越大 这个的确是 那的确火太大的时候 它就是把整个房子烧了 这的确是民主的风险 但是 民主就是要有这个过程 是 就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它当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想了 就是可能宽容 就是你如果说能够让这个火稍微烧大一点 其实有些时候是民主精神的展现 同意 that's what I think OK 就是说因为民主本来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嘛 是 那好 那接下来我们想谈谈 就是说 有议员讲了 他就讲说这个 他说 国防副在这个过程里面 曾经有怀疑过他背后厂商 有勾结的厂商 还有派人去跟他沟通 有没有这回事 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情 OK 我觉得没有 OK 就是说第一个没有怀疑他勾结厂商 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个长官说 或者是哪一位国防部同仁说 哦 这个议员没有 OK 所以既然没有也不可能派人去跟他沟通 没有 就好 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国防部的 official statement 就是绝对是 是 没有怀疑他 而且不会派人去沟通 这样子 好 那最后我想谈一谈就是有关国防部 沟通的这个问题 这一次决定说可以 我们可以来接受这个访问 呃 这中间的转折是什么 应该这么说哦 没有不能接受访问这件事情 但是如同我跟你提到 中间我们国防部做事 他毕竟他是有一个有一个程序的 所以我们在完成这个程序 可能也许要花一点时间 这是为什么说可能我们 以这一件事情哦 来去受访的时候 中间可能耽误了一些时间 没有那么快的马上来 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呃 如何去强化跟大众沟通这件事情 不只是这是我的自己的工作 我们的长官各级长官也都非常重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来沟通 呃 厂长其实特别花时间来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该准备的中 这些设备通常准备起来 目的也是这样 嗯 其实我非常appreciate 这一次真的我真的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是充分展现 呃 国防部这次非常想要沟通的诚意 我有感觉到诚意 哦哦 我这一点一定要跟 国防部跟发言人啊 跟厂长要表示我们的谢意这样子 也跟我们观众讲一下好了 比如说要来参加我们这个专访国防部要什么程序 通常我们就我们也刚刚帮我们媒体朋友问一下 他们以后如果想要申请专访应该怎么做 基本上媒体朋友我们新闻作业有一个相关的作业规定啦 比方说我们呃 以一般的媒体来做深访的时候 他通常会提一个深访的这个呃 房纲啊 如同这次提到房纲 出来了以后那我们当然会去 这个请夜馆的单位去评估 那我们本身也必须我坦白说也必须要去评估说 我的任务状况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呃以 呃以比方说哈以昨天或者是前天 我我们正在全力的去应对中共军演的这件事情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嗯太多的时间去去 这可以理解啊对这个没有问题那大概就是他嗯 简单讲就是这样一个程序程序啊我们经过各级长官准备哦 好同意了好那我们后续可能会先做一些准备呃 所谓长官是要到多大的长官啊 我们有不同的一个议题是不同的议题他会有一个不同的 全社长官来去做核定这个其实有很明确的规定了 我想这个其实不止国防部的规定大概在一般的 是是是是民间的媒体大概状况其实也差不多 样样样各个部会都是如此对对对大概是完成这个成合了以后对 我们后续当然后续要有一些准备比方说像厂长他是一个专家 一个一个一个单一事务比方这个造兵的一个专家 我们怎么样可能要协助他去准备一下去接受媒体访问啊等等这些 那那都是我的工作嗯那也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做准备 所以大概是是这个我想这个程序大概在一般的公部门也好 或私部门大概差不多的嗯一个模式 谢谢两位来好也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所有的今天呃参与的 这些听众的朋友嗯 谢谢主持人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来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军工厂这个国防自主人 这研发的这个呃过程还有我们未来这个努力的方向谢谢 来路易莎莎你先讲一下你的take away 哦好你这个当过兵的应该我觉得他在那个访谈的过程里面 一直这样子像那个虫一样这样扭来扭去 对我觉得他都做一直就是非常跃跃意识这样好来先让大家讲一下你最重要take away是怎么 不是就是就是有些话你就是当过兵的你就会觉得哦 这个东西他就是好必须讲 潘厂长讲话的方式真的就跟军中长官很像 他就是典型的军中长官这个我等一下最后会讲 好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有几件事情啦我觉得我算是有厘清一点误会 第一个就是他讲说这个要告是军就是军品外流是要告这件事情 算是军人的溪跳反射这个说法我接受 那第二个是他讲说就是提出问题 然后说不要分化不要打击国防自主他的说法是说 他是在跟那些没有建设性对话的人在讲 所以他有这样国防部有这样的发言 我觉得这有点转弯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转弯的 我也觉得可是那既然这样说就就这样吧 但但我说但我意思是说如果你国防部有体会到这件事情 你知道说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全部都对你的建设性批评 全部扭曲成对你的恶意批评那我觉得至少国防部有学习 OK好我第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讲的测试 就是为什么他跟林秉佑议员的测试两边会差这么多 那我觉得他提出一个说法啦 就是说比如说他应该两层啦 或者是说正式的测试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啦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我会先接受他的说法 但是我也会觉得说我可能会希望说我真的去看一下 国外真的人家在测试的时候正规的测试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我可能会想要再再看一看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他讲到军品没有外流 就是那个抗弹板是不是测试的抗弹板 是不是真的从军中传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 绝对是A的那一块一定就是 就是一定有带一片这样子 然后他们清查结果就是一片都没有少 路易莎莎你那时候听了以后 你说实在你觉得有说服力吗 我觉得当下我就忍不住不吃一笑 我很怕被发现 但是就真的太好笑 我就干真是鬼话 老实讲我真的一点都不买单 OK好这个真的 我觉得跟我们太多当过兵的朋友们 跟我们讲的差距太大 而且他with a straight face 他是直接说面不改色说一片都没有外流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会觉得 可是我当场 你为什么没有戳他 我没有戳他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证据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林医元说 这个就是军中流出来的 然后军中就说他一片都没有掉 那我没有证据反驳他 不像你 对我没有证据反驳 可是我说实在 你跟我说有没有说服力 其实没有说服我 OK我觉得其实是 他这样讲了是没有错 但是我的确还有很多疑问 没关系我们就交给观众 对对对对我觉得 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他才跟我讲说就是 呃外面买的有些是六千块买得到一片 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要九千块 原本说三万 我们原本说是一万九 后来他曾经说是九千 对好那我就觉得说 呃你不能够用国防自主四个字 就堂塞过去 这个这个我觉得我不买单 OK我不买单 因为我真的觉得国防自主 还是要看你还是要看你是不是符合成本 你不能跟我讲说 这个东西明明就比外面 外面卖一片六千块 你生产出来就是九千块 然后你告诉我说就是因为国防自主 所以我们就要买单 买这个比较贵的生产方式 这个我不接受 OK你必须要跟我解释 为什么我们今天非要自主不可 即使比较贵 我们也要非要自主 你要告诉 或是你至少要讲出来 哪些东西是你要自主 哪些东西是你觉得 这个这个其实是可以开放民间 早上投标这种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大家 我觉得是需要讨论 那我也相信这个不是发言人的层级 或是攀长人的层级 是可以决定的事情 可是我的确是觉得 不能够每一次 我们对这个事情有疑问的时候 你就说那就国防自主啊 这个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没有办法接受 另外有关于装备自购的部分 我觉得装备自购的部分 说那个统一化的这个东西啊 他就是说 呃我发言人有讲到说 这个是啊 比如说 他是因为 他说补给的的问题这样子 你也不接受 我这个 我觉得有些 都一样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可以这样说 当然我觉得枪跟子弹这个东西 当然有补给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穿在身上的东西 比如说止血带 这个为什么会有统一性的问题呢 或是瞄准进 这个没有 我觉得没有 就是这些东西 again我就会觉得 这个 就回到一个关键问题啦 你是要整齐的军队 还是会打仗军队吗 对我觉得这个弹性要大一点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 如果人家对于国军的抗弹板 是有疑虑 他对这个东西 是他工作所需的东西 是有疑虑的时候 你国部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解决对方的疑虑 比方说 我就升级这个抗弹板 which in which 他们现在有在做 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我就为什么要那么执着 一定要发那个三级 或是三级半 就是我三级plus 对不对 他就说三级plus 他说新一代啦 新一代 可是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就说 你就好那我们就做四级的东西嘛 那你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四级的东西 你说钱不够 或是怎么样 你要解释 right 可是因为我觉得你 可是不要一直在告诉我说 我们就是非用这个三级plus 或是这个东西就太重 没有办法使用 就是很奇怪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逻辑上 就是有一些问题 你先是把昨天没有发出来怒气 现在全部 也也 怎么办 可是他以后都不来了 我也很伤脑 好啦对所以 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 我提另外一件小小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就是 就是孙将军蛮会说话的 那潘长长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技术型 就是技术官僚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 国军的高层 第一个我还是蛮肯定 他们愿意出来跟大家沟通 但同时 与此同时就是这个受到 这在 我觉得意思是说 高阶将官有时候会被骂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不太懂得怎么说人话 就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受到训练 其实在英文有在讲 这叫media training 这个是很需要的 可是我也要讲就是说 其实因为他们也许没有受过media training 我其实都可以感觉到两位将军其实都是 我觉得他们蛮诚实的 我必须诚实说 我觉得我觉得他们蛮诚实 就是说他们有什么说什么这样子 然后也我觉得不是油滑 我不会觉得油嘴滑舌 我觉得不是 那这个真的要给两位将军一个credit 还有国防部 他们其实这一次真的很努力 在准备就是我们这个访谈这样子 我觉得然后还真的把抗蛋板带来给我们看 我是真的觉得国防部有他的话想说 然后而且我觉得也很努力 我觉得这个诚意我们有感受到 这个绝对有 对 我也蛮希望说 之后能看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东西 但我也理解就是留言 因为像我自己可能某些地方会不理解 留言一定骂成一片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就是光是愿意出来这件事 我觉得大家就要给国防部一点鼓励了 而且我真的觉得 也跟国防部讲 你就多来接受访问几次 多练习 你这就是你的media training ok 以后就会越讲越好 ok 你的沟通就会越来越顺利 这样可以吗 嗯 好的 对我今天和善吧 相当和善 哈哈哈 另外预告 对我们要预告一下 然后我们其实下一集我们就会播出 我们去冰工厂参观的情况 然后我们会有再一次的访谈的机会 然后我们就会谈谈比如说中科院研发的这个部分 国防自主的部分 对 还有采购 采购 对比如说还有比如说警察院之前有发布的一些 比如说他们 重大缺失 重大缺失的部分 他们有没有什么改进 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大家 你们对于国防部这两位将军 他们的这一次的访谈你们的感想如何 请大家注意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知道你有问题 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有难处 我们是一起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ok好吗 ok好 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应该要按照留言分享多内 谢谢大家 拜拜